好 上午最新的现场要关心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上午出席了第二届的民间国事论坛 备受关注的是在这个场合 前中研院的院长黎远哲也来了 两个人的互动如何呢 我们连线请范一华告诉大家 一华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有一场民间的国事论坛 在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 那包括前中研院长黎远哲 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以及谢长廷都出席了 那媒体记者特别问到 之前向廷有表示 他非常了解吴敦义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可能是蔡英文最适合的副手人选呢 我们来听听看 谢长廷怎么说 因为我是受害经验最深 四年前他们都是互面选举 什么高捷必案 什么回文录音带 什么献民 什么回谢小组 后来证明 我讲的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真的很了解他们的互面选举 好的 谢谢 那么关于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可能下星期三就会公布 因为之前现任立委余天的妻子李亚平 曾经传出不希望先生再继续从政 那刚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有特别表示 余天仍然在这个不分区名单当中 那最后呢 就看余天自己怎么决定 要不要继续从政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把镜头交换给同类主播 好 谢谢依华 还要带大家来关心